三个中产党 今次这个题目是周显大师定出来的 首先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在哪 宏观,我以为是生物的角度 我认为有些人偷測香港的重要性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比喻好像有人说过 但问题是,整个解释会比较圆满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阴郎 那么阴郎有什么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是罪害比喻的 它一定要外挂在外面 如果它在里面,你就会挂掉了 对不对 就是你里面就会热死了 所以它一定是外挂的 外挂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了 就是你一定是最大的弱点 如果有人去搞你,你就会踢它 而且一个重要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香港是中国 中国的GDP很少 但它是最重要的GDP 什么叫重要GDP呢 就是说你的钱进来 其实很多的债财存在内 大部分的大国 全部最主要都是内销的 就是大家,我光顧你,你光顧我 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其实是跟外面交换的 就是说那一个就是外汇的 外汇收入的 而香港虽然它其实占中国的GDP很少 2-3% 但它就是占了大部分的外汇的主要来源 所以它其实就是你的生殖 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就是你靠它去生殖 主要的 外交 但是呢 大家就说我没有了你不行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问题就是 一个人其实没有了阴郎 它是可以生存的 雖然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一定是很不想的 但是甚至有人如果为了生存的时候 好像当年魏忠賢 那个太监 很出名的 他自己割了自己就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宜然割了他 好过被人打死 好过什么 就是当他去到绝望的时候 他就会 割了 当然呢 如果你是练了一些 辟邪宝剑那些 你可能割了你的武功会更加高的 我不是说笑的 是可以的 假设 假设如果是恢复一个战时状态 或者一个什么 你免得犯了 就是 免得被人招业 共产党 其实是一个 我要说回一个历史 列宁主义所有人是来自一个战时机制 战时机制是来自德国的 那个战时机制 他在打仗的时候是很实力的 因为他全部集中资源 大家一起不吃饭 大家一起什么 他打仗的时候就会有资源 如果在那个状况之下 可能那个战时剑法去念的时候 是会 很有效的 但当然都是在短时间的效用 因为共产主义最不得的就是 当你长期要消费 长期要讲话之下 大家回复正常生活的时候 就是共产主义 是不可以过正常生活的 过正常生活的时候 共产主义就 变成了很不效的 所以说 我觉得最好的形容 是那个阴朗 你必须要 但是 不要大家 你似乎他 你如果搞到太多 你不停踢他 搞他 他就说不如撤出去算了 他就用不了了 当你没得用的时候 你如果痛苦又没得用的时候 他就不如不要了 我只会想起一句 就是大大力吓他 吓他一下 吓他 完 大大力吓他 先说回这个阴朗论 当然 人没有阴朗 是绝对可以生存得到的 但是我经常都会觉得 现在很多人有讲攬炒论 我有某程度上同意 首先 中共究竟是否最后 上次我们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玩这个Chicken Game 你常常都以为 中共最后一定会扭态 他是不是真的会扭态呢 原来他原来不扭态 撞在一起 就是切了阴朗 就是一样可以生存得到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呢 大家常常都讲攬炒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现在常常都讲攬炒宣言 或者很多集会 大家都高呼攬炒了一个口号 你们是不是真的知道 攬炒的结果是怎样 你们只是一种 等于之前有人用过口号 就是说放核弹都不割席 你是不是真的不割席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人都想割席 这些究竟是口号 还是你真的有这个觉悟 我觉得香港人是要深思的 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觉悟 但是你又说这些东西 最后可能你会死得很惨 或者会有一些你意料之外 遇上之外的痛苦降临在你身上 但另一个角度就是 如果一个人来说 他当然可以决定自己 切不切自己的阴朗 但如果这件事是由很多人去决定的 我都不用说可能他有很多人格 你身边有很多女儿 有很多老婆 你自己觉得经常被人搞阴朗 就切了不如算数 你老婆肯不肯 你身边的女儿肯不肯 到时就可能是他们绑着你 不让你割 这个你要去想 你这个真的要去想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你在中国大陆 譬如习近平 你现在一大权在握 可能你大权在握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移动香港 会不会你一移动香港 其他人就忍不住要搞你 如果现在的确是会的 但你不要搞到大家都在那件事里 那个是痛苦这么大 如果只是习近平的痛苦很大 是的确是不会搞的 但你不要令到很多人 大家到处都搞不住 这样就会有问题 你别人都搞不住 即是对个人有很多好处 现在不是只对中国有好处 我觉得你搞习近平 对个人都有好处 因为个人都很不妥的 但问题到最后 如果大家都不在那里提款 大家就不在那里 但我同意 如果你搞到香港 变成了共产党会亡党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问题就是 大家都依附共产党生存 你想搞死习近平 可能很多心里都觉得开心 但如果你想搞死共产党 可能就个人都觉得不行 我跟你的例子 去做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我绝对同意你说 之前很多行家说过 我们香港占内地 全国的GDP比例越来越小 于是乎就越来越不重要 那那个器官就从来都这么大 但问题就是 你是对全国的经济 或者对共产党的存亡有什么影响 经济的角度就是说 那究竟香港 我们看香港究竟作为一个窗口 就算小一点去看 国际金融中心 对内地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呢 不是说只是它的池份大 大小就这么简单 就像我说的最简单的 譬如的话 我们花钱的 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去买空气 是不是我不用花钱买空气 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 不是的 这种东西就是说 照看就是它实际 香港发挥的作用 对内地的经济影响是怎么样 但是政治方面 你这个非常之好 就是说 那就是究竟政治上 共产党是想着 我要千秋万世的 那你千秋万世 但是没有了那个器官的话 就不用千秋万世了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了那个器官的话 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得到 取代不了 对不对 我可以这么说 这种东西是绝对取代不了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没有了它 可能OK 就是你一个太监 你都可以吃得好 住得好很多东西玩的 对不对 不过你就是没有了那样东西 如果只是想着自己来的 可能我50岁的 那已经是用到 就是用顶碎用多10 对啦 用都差不多 不如早些切了它 用多10多20年 用多10多20年 我都不管了 虽然不用 但是不必被人踢痛 如果不痛都是有 不是这么说 我很多都不用被人踢 是 但是问题我这么说 还有一个作用 一个人的性器官还有作用 就是如果你没有了性器官 你去厕所就会被人踢到难踢 就是大佬你到隔壁 隔壁 咦 这样的 或者你去厕所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看一下隔壁 要说大佬那个人 是这样的 我都很羡慕他 OK 其实香港是一个window 是一个样子 大佬 如果不是你会踹骨 冲铃 一剥了一剥褲 大家踢去滚 就是香港是一个window 你不要忘记了 一个性器官的装饰作用 OK 行不行 就是我觉得一个装饰作用 就算你全部没用 过了一会儿还要被人踢 有时每天被人踢两件事 但是不行 然后被人踢到很肉酸 都是有一个作用 装个假的 可以吗 假扮着被人会没用 我想都假扮他 可以看到 我觉得在香港是有储相障礼 如果一国两制 你没有香港没有了 中国会很肉酸 就算从外人来说 就是你老婆看来很肉酸 局经之后的分析 就是说你究竟是看时间有多长远 如果你只是纯粹挂着 如果未来十年二十年 我自己 没有都没所谓 如果香港没了集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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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等于没用 都没女儿了 对不对 有些东西都没了 如果党是想千三万细下去 他就要想一下原作 所以你其实套用回来 你现在想着切春代的人 你也是想着你不长命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二十岁切了 我们就有六十岁个人小 你是不是六十岁都靠吃好东西 穿漂亮的衣服 就可以很愉快地生活下去 但跟你去到六七十岁 反正割了我 什么女儿都吃过 现在割都没所谓 都是相差很远 所以为什么德国那个 我忘了是前外长 还是他们有个代表 我都说得很对 你如果习近平 如果真的找解放军来香港 你又遇到你千秋毁业 就不可以成功了 不但就是这样 其实整件事 整件事就是在大陆看 大陆人都觉得 你这个香港是一个window 大陆人都觉得如果没有了 就算他不来 他都觉得好像你的管治失败了 你整个理论架构破灭 我觉得理论破灭是很严重的 你如果一个两制是不行的 你之前想起错了 对于整个国家的威信 管治威信是很大打击的 你原来想的策略是错了 那就是代表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面 他死都不会失败的 我先告诉我 香港就算已经没有了集资功能 就算解放军下来 掃平了 拘捕了所有的东西 他都假扮还是走普通话 假扮还是一国两制 假扮还是开放经济 就算完全没有了集资功能 正如我们就算完全是 所有东西都没有用 我都会尽量留下自己的善理观 因为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太难看了 至少男人来说 还是去厕所都要坐在这里 就是这样 最后说 其实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事例 其实自閹的死亡率很高 你不要常常以为 我撤掉就算了 撤掉你也可以是死的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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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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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